接下来呢我们要封装这个竖形的菜单 首先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菜单全部都查询出来 这个呢是查询出所有的菜单 接着我们要去便利它 便利它之后呢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菜单全部都封装到一个Mac里面 P呢就是它的ID 我们再给EasyUI返回这个菜单的时候啊 我们只需要返回一级菜单就行了 二级菜单和以后的子菜单呢 我们需要封装到那个children里面去 所以在这呢我们需要便利它 然后找到一级菜单 这个呢代表的是一级菜单 那什么样的是一级菜单呢 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啊 parent ID 这个parent ID 是1的代表的就是一级菜单 或者呢是你写成parent ID是no的 它就是一级菜单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系统管理下面啊 有很多的这个节点 然后系统管理呢 它是一个一级菜单 因为跟节点呢是serial全线管理嘛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写啊 parent ID是空的 或者是parent ID是小于零的 那么它就是一级菜单 这个地方呢我们改一下这个测试数据啊 我们把这个parent ID设成空的代表呢 就是一级菜单 那你在设计表的时候 你就应该允许这个字段是空的 这个地方啊 你允许这个字段是空的 那它现在呢就是一个一级菜单 好 那我们在这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menu它getparent ID等于no 那这个时候呢代表它是一个一级菜单 我们把它加进去 好 那接着呢我们在第二次去便利它 这回呢我们找menu ID不等 到parent ID不等于no的 这个时候呢代表它是二级菜单 那它如果是二级菜单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找到它的副菜单 从这个map里面去找它的副菜单 那如果它的副菜单不等于no的话 我们呢就在副菜单的children里边 把当前的这个菜单给它加进去 最后呢我们封装的时候呢只要返回 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返回这个parent menu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返回了所有的树型菜单 然后呢我们可以啊把它写到这个controller里面去 可以啊 在呃roll controller里面呢需要加载这个菜单 所以呢需要注入menu service 这个地方呢拿到这个竖形菜单 拿到这个竖形菜单之后呢 我们给一个角色分配权限的时候啊 给一个角色分配权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打开一个这个Dialog 简单一元写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Dialog写在这个页面里面去 写在这啊 这个呢叫roll menuDialog 它呢叫分配权限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分配权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像左边这样的权限菜单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写一个URL roll menu3 它的class等于 Easy UI3 那么它呢是需要远程去进行加载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去远程初始化这棵树 你去初始化这棵树的时候呢 就是当你点击这个分配权限的时候 去初始化这棵树 在这儿 onclick 这个地方呢就叫Doo menu 分配这个菜单 首先呢 首先呢你需要去初始化这棵树 让它动态的去加载 在这个后台的所有菜单 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访问的呢 是这个act等于menu list这个地址 那么前面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已经写过了这个地址 这儿啊 然后act等于menu list这个地址 它呢是以post的方式去进行提交的 然后呢它是代付选框的 当这棵树初始化成功了之后 我们需要打开这个delog 初始化成功的话用的是onload 这个地址树初始化成功了之后 这个方法 我们呢现在启动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这棵菜单树 我们呢现在启动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这棵菜单树 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棵菜单树的啊 但是呢这个 但是呢这个呃 dialog啊 它的这个是有一点小了 对吧啊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一下宽和高 那和上面的这个类似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宽高 然后呢 然后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关闭的状态 那么它一开始的时候呢close的是等于处的 然后它是一个模态窗口 好那我们现在呢去刷新一下 那你现在呢点击这个啊分配菜单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菜单树 并且呢我们要给它写两个按钮啊 当你这个地方呢你选中这个菜单的时候呢 呃在这儿啊 当你选中这个菜单的时候 下面应该有两个啊这个提交按钮啊 当你点击提交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去 把你选中的东西进行提交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啊再写两个button 那在这儿的时候呢你提交的时候 这个呢就是submit menu form submit row menu 提交 提交 然后取消的时候呢你需要把这个dialog关闭 好了 上面的这个取消啊也是一样的上面的这个取消呢关闭的时候呢关闭的是这个dialog 把它关闭啊然后呢把这个buttons 给它指定到这个dialog上面 这个dialog上面 这个地方呢是有两个按钮的然后点取消的时候呢它就关闭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需要做的就是你点击提交的时候要把这个选中的这几个菜单给它提交上去 那在这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业务逻辑啊和你刚才选择编辑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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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交的时候呢 首先呢 你要提交的是 你当前的这个角色的ID是多少 这是这个角色的ID 然后你在进行分配的时候 分配的时候呢 你还需要去写另外的一张表 就是角色菜单表 把角色的ID和菜单的ID呢 是这样对应起来的 那你写了这个角色菜单表之后呢 你进行维护的时候 每一个角色对应的有多少个菜单 那在这儿进行维护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这儿去写 添加一个菜单 roll menu 在roll menu里面呢 是有两个字段的 一个roll ID 一个menu ID 所以呢 在这儿呢 我们写一个roll ID menu ID 然后在这儿进行 然后在这儿进行查询的时候啊 我们直接呢 从一个map里面 我们不给它封装实体类了 直接从这个map里面 获得这个roll ID menu ID 进行查询 那你在查询之前啊 如果这个角色已经分配过菜单的话 那在这儿的时候呢 你维护一个多对多的时候 要先把原来的这个角色的菜单全部都删掉 然后再给它插一个新的 好 那把这两个方法呢 写到DAO里面去 我先把这两个方法呢 然后呢去写service 在这个rollservice里面 我们给一个菜单 一个角色 分配多个菜单 然后呢去写它的实现的方法 首先呢在你进行添加之前 你需要把它原有的旧菜单给它删掉 这儿啊要先把它的旧菜单给它删掉 然后呢封装参数 然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入ID给它放进去 然后呢便利循环这个数组 把menuID给它分配进去 进行添加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添加 然后完成添加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你每给一个角色分配了一个权限之后啊 因为咱们所有一个角色它拥有的权限呢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从数据库里面去进行读取了啊 待会呢我们会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掉 那么当你分配了新的权限之后呢它不会重新去加载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用到我们前面的时候讲过的啊 你去需要把这个filter b给它注入进来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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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去手动的更新一下 update 更新一下所有的权限 那接着呢 接着呢就是这个controller 那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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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传进来的参数 有RAW ID 还有一个 Menu ID 算为一个分配成功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现在是没有数据的 那么我们下面写这个页面提交表单的代码 写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当提交了之后 页面上会不会有 这个数据库里会不会有结果